第一段是一般性的寫法 那第二段是進階的寫法 會用到比較進階的Arelixer Arelixer沒有用到 然後呢會用到一個indeger的 這個類別 它這個是不能用int 因為它只接收indeger 的這種類型的資料 所以Arelixer比較挑剔 它不能用int 那最後的話 打散的話只要一行就可以了 叫corrections.suffer 把list丟給它 它就打散了 一行就搞定 但是問題是你不能給它正列 它不接受正列 它只接受Arelixer 那Arelixer裡面的泛型物件 你不能放int 你只能放integer 你用int不能放在泛型物件裡面 所以這個有它的限制 那這個是延伸性的 兩道題 另外我也有增加什麼 技術器 這個技術器的話 兩邊都有 其實各位可以看 這個我切到Eclipse裡面看一下 所謂的技術器 就是說我在跑回圈之前 我去抓現在的時間 現在的時間的話 你可以從System這個類別裡面 它有一個叫Current Time Minus 其實很簡單抓 如果你要抓那個時間的話 打一個System 點下去有沒有 打一個C C就跳出來 Current Time Minus 它回來的是一個long值 long 而且它是毫秒 它算到毫秒 它會回來是一個整數 可是是一個毫秒 就是 所謂的毫秒是千分之一秒 所以你將來要算幾秒的話 必須要把它除以一千 才是真的秒數 OK 那因為它是一個long值 回來是一個long值 可是將來我會需要除以一千 所以如果我要除以一千的話 那我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它轉給Double 因為我將來會有少數點的問題 所以我乾脆呢 把long丟給Double 前面講過了 因為你比較小 long比較小 Double比較大 所以可以這樣丟 但如果你小的丟到大的OK 但是大的丟到小的可能要強制轉型 才轉得過去 所以這裡我用一個Double來接有沒有 因為主要是 未來必須要把它除以一千嘛 那會有小數點的問題 所以我乾脆 就是先用Double來接 那Current Timemailers就是取得什麼 現在 現在這一台電腦的時間 它回來告訴你是千分之毫秒多少 那我只要到跑完結束之後 把那個時候 跑完之後的時間再做一次 減掉什麼 減掉剛剛的那個時間 一減完之後 因為會越來越多而已 它是有一個基準 反正跟好像1900年1月1號還是怎麼樣 去這邊有一些相關說明 各位可以 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呢 會給你一個另外一個時間 它是跟那個1971年的1月1號 當成是開始的基準 一直增加 所以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然後用毫秒計算 到今天為止相差多少毫秒 的一個整數值丟給你 那你一減之後就是毫秒 所以呢會有個T 那我們把這個T怎麼樣 再除以一千 因為它是毫秒嘛 OK它就知道幾秒 所以這樣跑給各位看 最後會多一個東西 技術器就是耗時多少 耗時總共是千分之四秒 所以你說這樣還不夠快的話 沒辦法 不過在十幾年前 同樣的東西跑 真的跑得很慢 以前的電腦沒那麼快 可是現在電腦跑太快了 那再來當然你還可以再寫一個 到底它跑了多少次 才得到正確的結果 那你可不可以再增加一個變數 也許你增加一個count好了 count就是 它每跑一次 count加一加一加一有沒有 count加加就好了 然後一直加一加 總共它跑了幾次 你也可以把它return出來 OK那這個當然你可以額外再寫 我印象中我寫過 大概跑了幾萬次吧 比對 那裡面的程式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個 這個應該沒問題 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 應該是這個地方打亂 那打亂的邏輯 就是我剛剛講的 也就是說 我把第一個 從第一個開始 先放在一個a的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有一個temp 這個temp做什麼 就是去抓 因為我從第一個 先把e先抓給誰 抓到temp 然後呢 把那個a追 啊j我不知道 J怎麼來的 J是乱數跑的 隨機跑的 有沒有 它是從1到9裡面 隨便挑 隨機挑一個位置 挑給誰呢 挑給追 那追的話呢 不知道挑哪一個啦 反正就是從 也許第一個先抓到那個temp 對不對 temp 假設我用一個a來代替好了 然後呢 隨便抓到這個 它就怎麼樣 再去佔它的位置 它就再把e放在這邊了 再換下一個 再跟另外跑一個數字夾這個 先丟進去 它先放在a嘛 然後它過來了 它再過去 其實就是有點像交換 交換之後 等於是一直不斷在交換 這個亂數跑的 每一次應該都不會一樣 所以跑完之後的話呢 那最後呢 做什麼事 再把那個 八種可能性加在一起 那我用x1 x來表示 是那個橫向的 y表示縱向的 z表示斜的 所以會有八種啦 那八種方法的話就是 A123跟456789 橫向的 然後縱向的話 147258369 然後再159357 如果你這個不知道怎麼跑 你自己再拿一個支筆 自己寫一下 有沒有 在那個支筆123456 反正你就把它寫成那個九宮格 你就知道怎麼跑 然後最後的話呢 如果 這幾種狀況喔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 裡面的部分 刮鬍喔 是 邏輯判斷 那外面if嘛 刮鬍 那endend的是 去做邏輯判斷 而且喔 兩種都要為tru喔 這個要為tru 這個要為tru 這個通通要為tru 所以喔 它要等於15 OK 所以其實應該可以理解啦 其實徐序寫下來嘛 然後如果這 八種情況發生的話 這個redu的booling booling部分的話 本來tru嘛 那就為false false就關掉了 關掉的意思是說 我不要繼續往下跑了 那表示什麼 我知道 到底哪一個 是我要的答案 最後的話呢 計時器也結束了 然後呢 答案為 把1 就是 它這個位置抓出來 2 就是按照這個順序有沒有 把它放過來 然後 然後無論縱向 橫向皆為15 把它跑出來 所以最後答案的話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欸 瞬間就出來 但是你會發現喔 它有時候快 像現在是 大概是千分之十秒 有沒有 然後再來 千分之五秒 千分之十三 千分之十三秒 不過都是在那個 一秒以內啦 所以其實對於一般來說 沒什麼感覺 那當然你可以是試一下就是 欸 到底它跑了幾次 這個我想自己再把它加上去喔 這個是第一種寫法 那這種寫法喔 可能有同學對於這一段 會有意見 將陣列打散 那其實這種寫法喔 沒辦法啦 如果說你是入門的同學啦 當然我就不要先講那個collection 因為collection的話 collection是這個 所謂的那個集合物件喔 會比較複雜 難度也比較高一些 那當然我後面的話喔 補充一下啦 如果進階的 對於這個部分喔 假如說你已經 欸 沒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再看第二種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的話喔 其實這個地方 只要一行就可以了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利用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collection 有沒有這個collection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集合物件 裡面有相關說明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把這裡面到底包含什麼 稍微看一下 它是在utile裡面呢 會有一個collection 那裡面的話呢 有個方法 叫suffle ok suffle就是什麼 隨機幫你置換 一個動作 可是呢 你會發現喔 它後面會跟你要東西 要什麼東西呢 要的東西喔 suffle後面喔 一定要一個list 而且是一個范形物件 那這個是它的規定啊 你不能說喔 你要的是一個list 那我給你一個正列 不行 所以怎麼辦 前面的那個正列的寫法 你恐怕要轉一下 就不能用那個正列的寫法啦 我們可能就是用另外一種寫法的 就是用那個list的方式 那不過喔 我試過 你用list跟Arelis 它都可以接受 所以呢我乾脆用Arelis好了 因為Arelis它會先產生Arelis再丟給Arelis 你當然你也可以把這邊改成 就是這邊可以改成list也可以啦 那至於Arelis跟list有什麼差別 這個後面還會再講到啦 我想這個裡面還有蠻多的差異點 那這個list也ok啦 只是差別就是說 它有點import的時候記得不要import錯 是UT的這個 UT的它也是UT的 那也可以丟過來 兩種寫法都可以啦 我乾脆用剛剛這種好了 Arelis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因為Arelis裡面只能放integer 不能用int 所以我一樣產生一個integer 然後至於integer跟int有什麼不同 這邊也有提到 有沒有 integer類別 在物件包裹一個基本型的int值 它裡面的話 就是主要的好處是int型別跟sync型別 之間可以很方便的轉換 所以integer裡面有這個好處 那為什麼一定要用這個 我想細節h裡面還有答案 你可以再看看 那裡面的話我產生的總共有九個 九個空間 那裡面的話分別就是 把這些資料 當從1開始 一樣把它加一直往下 等於1到9 然後用什麼呢 用list裡面的add 就加在這個清單裡面 所以list它其實感覺上 滿像是正列的 的一個清單 OK 那用法上面當然很多地方是雷同的 可是兩者當然是 有些還是沒辦法相通的 那最後的話你直接多一個動作 打散 correction.suffer 把這個list清單放到這裡面來 這樣它就打散了 OK 那打散之後的話 我們再取得它的size 這裡面 然後一樣 底下邏輯判斷都一樣 也是八個方向 如果只是說我這裡面 直接丟進去 我沒有再把它丟給x1 就是八個方向 我直接丟到這邊做判斷 當然也可以啦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拉出來 那個八個方向 最後也是判斷 不過這個底下都一樣 但我也做了一個計時器 不過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這種寫法呢 好像沒有比較快 但是有的時候又比較快 有的時候又比較慢 有沒有有的時候又很慢 所以兩者當然各有優先 只是說它這個地方的 第二種寫法的好處是 就是在打散亂數的時候 會比較簡單 但是上面的部分就變了 你可能要多了解幾個東西 一個是array list 這個類別 還有多一個intige類別 OK 好啦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剛剛的東西 兩段程式碼呢 我也把它放在這邊 所以給各位參考 一段兩段 那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呢 我也用黃色的標註 給各位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第二段程式嘛 比較適合進階的 也許你對於前面的東西 假如你已經比較熟悉的話 你再試第二種 那如果說呢 對這個 這個題目的解法還是滿多問題的 我是建議你先執行第一種的寫法就好 OK